大家都知道犹太人是一个流浪了两千多年的古老民族,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前,他们是没有国家的当年犹太人建国的地方,周围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国家,这就导致了以色列建国以来与周边的阿拉伯国家总是冲突和矛盾不断,时至今日,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冲突依然是中东地区和平与发展的定时炸弹。 那么犹太人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历史遭遇呢?他们为何流浪了上千年之久,最后又选择在中东建立国家呢?关于古代犹太人和以色列的历史,必须要从圣经旧约里面的记载开始说起,因为除了圣经里讲到的犹太人的历史之外,也没有其他的资料可以参考了。 虽然圣经旧约是一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宗教圣典,但圣经中的不少细节已经被考古学证实,这说明了圣经旧约并不只是代表着宗教的意义,圣经更多的是西方祖先们对一些神话传说和历史事件的记录。 根据圣经旧约里记载,上帝创造的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偷吃禁果之后,被上帝赶出了伊甸园,所以亚当和夏娃来到人间,就成为了人类的祖先。 因此,圣经认为,人一生下来就是有罪的,女人需要承受生育之苦,男人要接受辛勤劳作的惩罚,并且要不断地向上帝祈祷和悔悟,以获得上帝的原谅。 经过了数个世纪后,亚当和夏娃的后代不断繁衍,但是上帝不仅没有看到人类的悔悟,相反人们的道德沦丧却变得更加严重,于是上帝决定要降下一场洪水,毁掉所有的恶人。 上帝在人类中发现,只有一个叫诺亚的人是一个好人,他内心高尚,体格健硕,从不做坏事。 于是,上帝告诉了诺亚有关发洪水的事情,并让诺亚提前造一艘大船,让诺亚带上自己的家人和各种动物来躲避洪水。 其中捷径的雌雄动物,各期对不捷径的雌雄动物各一对,这就是诺亚方舟的故事。 随后,洪水如期而知,瞬间淹没了大地,洪水过后,世界干净纯洁。 诺亚让他的三个儿子,大儿子陕,二儿子韩,以及小儿子亚夫,分别带上自己的妻子,前往世界各地居住生活,繁衍生息。 其中大儿子陕的后代越来越多,他们的部落被称为陕族,今天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自称是陕族的后裔。 陕族中有个人叫亚伯兰,他对上帝十分的虔诚,认为上帝是唯一的造物主和万能的神。 由于亚伯兰的前程得到了上帝的恩赐,有一天,亚伯兰得到了上帝的暗示,让他带着族人迁徙到一个地方去,说那里到处流淌着蜂蜜和牛奶。 于是亚伯兰就带着自己的族人一起渡过了又发拉底河来到了迦南,也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一带。 在亚伯兰来之前,这里已经有人居住了,对于居住在迦南的土著来说,亚伯兰和他的族人都是外来者,所以就叫他们是西伯来人。 意思就是从河的对岸过来的人亚伯兰迁徙的故事,对于犹太人来说,象征着一神教的起源。 迦南这个地方也就赋予了神圣的意义,犹太人认为这是上帝对他们的应许之地。 当亚伯兰九十九岁的时候,上帝再一次显现,上帝让亚伯兰改名叫亚伯拉罕,在西伯来语中,意思是万国之父,象征着他的子民会遍布世界各地。 与此同时,上帝还要让亚伯拉罕的后裔中,所有的男子都要接受割礼,就是让信徒们在肉体上都有统一的标记,以证明他们是上帝的选民。 在亚伯拉罕死后,他的儿子以撒担任了组长,继续信奉上帝。 以撒有两个双胞胎的儿子,一个叫以嫂,一个叫雅各。 这兄弟俩为了争夺继承权反目成仇。 随后雅各被迫离开迦南,去了他舅舅所居住的哈兰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叙利亚一带。 雅各在舅舅的安排下,在哈兰娶了两个老婆,生了十二个儿子。 而这十二个儿子,就是后来的以色列十二之系的先祖。 后来由于雅各和舅舅发生了矛盾,于是雅各决定带着家眷们回到迦南。 在回去的路上,雅各遇到了一个天神,他与天神进行比武,天神打不过雅各。 就使用魔法在雅各的腿上摸了一把,雅各的腿就瘸了,但雅各最终还是赢得了摔跤比赛。 这就是为什么犹太教不允许吃动物后脚筋的原因。 在犹太人看来,脚筋是被天神触摸过的地方,是属于神圣的。 在比武结束之后,天神就赐给了雅各一个名字以色列,意思就是与天神比武的人。 从此之后,雅各的后裔就以以色列人自居。 在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中,他最喜欢的儿子叫约瑟。 雅各的其他儿子都很嫉妒约瑟,于是他们合伙把约瑟卖给了一个去古埃及做生意的商队。 约瑟来到古埃及之后,凭借着他聪明的头脑,最后当上了古埃及的宰相,还在古埃及娶其生子。 多年之后,约瑟和他的兄弟们也和解了。 埃及法老还允许约瑟带着他的族人们从迦南来古埃及定居。 所以不少以色列人离开了迦南到了古埃及。 然而在数百年之后,随着以色列人在古埃及的势力越来越大,古埃及人开始担心以色列人会对他们造成威胁,于是就开始打压和剥削。 以色列人就这样沦为了古埃及人的奴隶。 为了消灭以色列的族人,埃及法老还下令把刚刚出生的以色列人的男性婴儿全部淹死。 就这样普通的以色列家庭出生的男孩,夫妻是不敢把他留下来的。 他们不忍心自己的儿子被古埃及人淹死,于是就把男孩放在一个箱子里,顺着尼罗河漂流,听天由命。 正巧这天,埃及法老的女儿在河边洗澡,捡到了一个男婴,并收养了他,还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摩西。 摩西在古埃及的宫殿中长大,享受着王子般的待遇。 长大以后,摩西最终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多年以后,摩西在西奈半岛的西奈山上,得到了上帝的启示。 上帝要让他带着自己的同胞们逃出古埃及,上帝还赐给了摩西一些神力,以帮助他完成任务。 很快以色列人就跟着摩西返回故土迦南,但是埃及法老并不愿意放他们走。 于是上帝就惩罚埃及法老,先后让古埃及发生了九次大灾。 可即便是如此,埃及法老还是不肯放行,上帝只好降下第十次大灾第十灾,杀掉了所有古埃及家庭里的长子和牲畜,包括埃及法老自己的长子。 到了这个时候,埃及法老终于同意让摩西带着他的族人赶紧离开,可是以色列人还没走多远。 埃及法老又后悔了,于是他派出了追兵,开始追杀以色列人,在红海边上,追兵追上了他们。 于是摩西借助上帝赋予的神力,劈开了海水,让以色列人过海之后,海水又突然河上。 追兵被海水淹没,这就是出埃及记的故事。 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来到西奈半岛之后,摩西再次登上西奈山与上帝立约,并把契约写在了石板上,这就是著名的摩西石介。 这十介分别是第一,上帝是唯一的神,不能信仰其他神。 第二,不可崇拜偶像。 第三,不可妄成上帝的名义。 第四,遵守安息日。 第五,孝敬父母。 第六,不可杀人。 第七,不可奸淫。 第八,不可偷盗。 第九,不可做假证,陷害他人。 第十,不可贪恋他人的老婆和财产。 摩西石介对以色列人来说影响深远,因为这是上帝与他们定立的契约。 以色列人接受了契约,以此证明他们是上帝的选民。 这也在很大的程度上,促进了犹太民族的统一。 圣经中记载,摩西虽然活到了一百二十岁,但是他还是没能率领族人,回到迦南就去世了。 摩西的继承人叫约书亚。 他继续带领着以色列人通过了上帝的重重考验,在漂泊了四十年之后, 最终回到了上帝的应许之地迦南。 时间来到了公元前十三世纪,这一时期的以色列犹太人,分成了十二个知系部落,相传十二部落的先祖。 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雅各的十二个儿子。 而这十二个知系,又分为了南北两大部落,南方部落自称为犹太人,所以叫犹太部落。 而北方部落自称以色列人,所以叫以色列部落。 此时的以色列犹太民族,就像一盘散沙,没有形成统一的群体,也没有组建起自己的国家。 每个部落都有各自的首领,而这些首领被称为先知,先知管理着部落。 遇到战争就可以率领以色列犹太人出战。 到了公元前十一世纪末期,犹太人遇到了一个强大的对手。 那就是住在迦南南部海岸的斐利斯丁人,属于上古时代海上民族的一支。 他们非常的勇猛善战,不断进攻犹太人的部落,抢夺钱财和土地。 面对斐利斯丁人的入侵,一盘散沙的以色列犹太人屡战屡败。 于是十二个犹太部落就开始思考,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外敌。 公元前1020年,在犹太民族的生死存亡之际,有一个名叫撒末尔的以色列人。 他是以色列人的最后一个士师,士师也就是以色列人抵抗外族人的领袖。 他向上帝祷告,希望挑选一个能够将十二个支系统领起来的王,而这个天选之人便是扫罗。 扫罗成为了以色列犹太人的首位君主,他建立了以色列联合王国定都撒玛利亚。 这也标志着士师时代正式结束,犹太人的历史进入了建国时期。 后来,扫罗带领着犹太人多次与菲利斯丁人战斗,并取得了胜利,使得犹太人摆脱了被灭族的威胁。 在与菲利斯丁人战斗的过程中,有一个南方犹太部落出身的年轻人名叫大卫。 他也为骁勇善战,当上了犹太部落的军事领袖,成为了与扫罗一样齐名的以色列犹太英雄。 传说中大卫还拥有一面坚固的盾牌,时刻保护着他免受敌人的伤害。 这面盾牌上画有六芒星的图案,所以今天的以色列国旗和犹太教的标志,就是六芒星。 六芒星也被称之为大卫星。 后来扫罗到了晚年,开始变得暴躁多疑,对上帝和先知很不尊敬。 尤其在对待南方的犹太部落是很不公平,这让犹太部落的人们开始不欢迎扫罗作为他们的王。 最重要的是,扫罗还担心大卫会取代他成为新的国王。 所以扫罗就多次设计想要杀害大卫。 公元前一千年,忍无可忍的大卫,带领南方的犹太部落背叛了扫罗,投靠了斐利斯丁人。 继而使扫罗在战争中遭到惨败,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也战死沙场。 扫罗死后,以色列部落陷入了混乱,而大卫则继续依靠着斐利斯丁人的力量, 完成了对以色列犹太民族的两大部落,共十二支系的统一,成为了以色列联合王国的新国王。 后来,大卫又和一个名叫推罗的国家结盟,开始与斐利斯丁人进行战争。 最终,大卫将斐利斯丁人彻底赶走并占领他们的领地。 他还从迦南土著的手中,抢夺了一座名叫耶布斯的军事要塞,也就是今天的耶路撒冷,并将其扩建成了一座城市。 后来,大卫将以色列联合王国的首都迁于此地,并改名为耶路撒冷,誉为和平之城。 自此之后,耶路撒冷就变成了犹太人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中心,此后又成为了犹太教。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圣地被誉为三教圣城,再加上耶路撒冷地处西亚北非和东地中海沿岸的交通枢纽,一直都是兵家的逼争之地。 所以这也注定了这座城市始终不能成为真正的和平之城。 公元前960年大卫去世,他最小的儿子所罗门继位为以色列联合王国的国王,也迎来了所罗门最辉煌的时代。 这一时期,以色列联合王国和埃及也结为盟友,成为了巴勒斯坦地区的小霸主。 而且所罗门积极发展海洋贸易,使得国家变得相当富裕。 当所罗门把国家治理得相当富裕之后,他就认为是时候应该修一座向上帝祈祷的圣殿了。 于是,所罗门广招工匠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山上修建了著名的所罗门圣殿,也叫低圣殿。 圣殿修好之后,所罗门接着又修建了他的宫殿。 圣殿和宫殿内的一切器具,都是用黄金打造,极尽奢华。 也由于所罗门的挥霍无度到了他的晚年,让国家的财政一度陷入了拮据的状态。 这也就预示着国家衰落的开始。 晚年的所罗门,为了继续挥霍就不断地加种赋税。 他对老百姓敲鼓吸嘴,搞得民怨四起,民愤不断。 公元前930年,所罗门去世,他的儿子罗伯安继承了以色列联合王国的王位。 然而罗伯安完全不能收拾这个烂摊子,更不能调十二之戏之间的矛盾。 所以以色列联合王国最终分裂成为了南北两个部分,北方的叫以色列王国,南方的叫犹太王国,也叫犹大王国。 以色列联合王国分裂之后,北方的以色列王国存在了大约200多年。 到了公元前8世纪末的时候,以色列王国的王室内都频繁。 而且此时在两河流域,两河只有法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有一个名叫亚述的国家,开始强大起来,并不断地向巴勒斯坦地区扩张。 公元前722年,以色列王国就在内忧外患之际,被亚述帝国所灭。 亚述人将犹太人当作战利品,把他们集体迁到了两河流域的伊拉克地区生活。 这是犹太民族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被迫迁徙,犹太历史上称之为第一次大流塞,而南边的犹太王国比以色列王国多存在了100年左右。 但是,犹太王国的历史也是断断续续的,因为他们先后遭到了亚述人和埃及人的灭国。 又先后复国,直到公元前586年,伊路撒冷被新巴比伦亡国的尼布贾尼撒二世所征服,犹太王国才彻底灭亡。 都城伊路撒冷也被摧毁,第一圣殿也随之毁灭。 城中的犹太人被俘虏到了新巴比伦的首都巴比伦尼亚,这也就是第二次大流塞。 这段时期,犹太人经历了国破家王和背景离乡的变故,他们对未来的迷茫,使得先知的地位大大提高,空前的民族危机。 刺激了宗教意识的强化,犹太教的思想体系,也在这期间开始慢慢萌芽。 犹太教的核心除了异神论和契约论之外,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相信有救施主。 他们认为犹太民族是上帝的选民,上帝不会抛弃他们。 在未来的某一天将会有救施主诞生人间,带领犹太人重新恢复往日的荣光。 这一想法成为了当世众多颠沛流离的犹太人的精神寄托。 到了公元前539年,波斯帝国的国王居鲁士,灭掉新巴比伦帝国后,把贝鲁到巴比伦的犹太人重新放回到了故土。 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后,对耶路撒冷进行了修缮,并重修了圣殿,被称第二圣殿。 此时曾经破络不堪的耶路撒冷慢慢恢复了活力。 在波斯帝国统治期间,以色列属于波斯的一个省。 在波斯帝国宗教宽容的政策下,犹太人享有了难得的和平。 以色列联合亡国灭亡之后,从公元前538年开始,直到公元1917年,2000多年来,犹太民族一直生活在流浪中,被不同时期的各个帝国如波斯帝国、罗马帝国等统治。 驱赶、奴役、屠杀,犹太人还是顽强地生存了下来。 现在的犹太人散居在世界各个地方,犹太人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成为一个富裕的族群。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勒斯坦地区被英国托管,英国为了感谢犹太人在战争期间的帮助,于是就批准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家园。 此时的犹太人疯狂地在巴勒斯坦地区砸钱买地,但是他们没有正式建立国家, 只是建立了许多个零零散散的聚集区,就在他们继续讨论。 应该如何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关于二战期间犹太人的遭遇,相信大家都有所了解。 在整个二战期间,欧洲一共有580万的犹太人被纳粹屠杀,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在这里就有100多万的犹太人被杀害。 战后犹太人的悲惨遭遇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情。 犹太人强烈地赴过愿望,得到了空前的支持和声援,于是大量的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地区,准备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 可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犹太人涌入巴勒斯坦,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矛盾开始升级,首当其冲的就是关于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 特别是圣殿山上西墙也成为枯墙的归属权,成为了冲突的焦点。 在犹太人看来,西墙是犹太祖先最早修建的圣殿残骸遗址,是他们对上帝祭祀的地方,意义非常重大。 而伊斯兰教则认为,西墙是穆罕默德夜行灯销前拴马的地方,是带有穆罕默德升天的神迹。 现在西墙的旁边就是阿卡萨清真寺,和伊斯兰教圣殿岩是圆顶,也称为圆顶清真寺。 1947年11月29日,当时的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巴勒斯坦分治的181号决议,耶路撒冷暂时由联合国代管。 除耶路撒冷外的其他地方被分为两个部分,分别建立一个犹太国和一个阿拉伯国。 决议提出之后,犹太人十分高兴地接受了。 虽然耶路撒冷暂时不归他们,但好歹终于有了自己的国家,可是阿拉伯人却坚决不同意。 他们认为,在巴勒斯坦只能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犹太人只能是这个国家里面的少数民族。 另外,阿拉伯人还对联合国的土地划分提出了意义。 他们抗议联合国将巴勒斯坦地区57%的土地划给了人数较少的犹太人,而且划给犹太人的都是一些沿海有绿洲的肥沃土地。 人数较多的阿拉伯人却只得到了43%的平级土地。 愤怒的阿拉伯人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如果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建国,他们将拿起武器誓死捍卫祖先们留下来的家园。 1948年5月14日,根据联合国的决议,以色列国正式成立。 在以色列建国后的第二天,所有邻国包括埃及、伊拉克、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全部向以色列宣战。 第一次中东战争开始爆发。 对犹太教来说,耶路撒冷是犹太圣约产生地,是犹太民族的宗教发祥地。圣经曾多次树集此城,是上帝祝福的城市。 犹太人的祖先西伯来人,为了逃避同盟宗教迫害,由亚伯拉罕于3800年前,率不来到现在耶路撒冷的所在地,在此诞生了亚赫为一神教。 亚赫为把这块留着奶和蜜的地方,赐给了犹太人的祖先,这是犹太人最基本的教义和观念。 对基督教来说,耶路撒冷的神圣性并不亚于犹太教和伊斯兰教,耶路撒冷也是基督教的圣地。 圣经中的人民、事件和地点在耶路撒冷几乎都有相应的遗迹。 公元一世纪,基督教在巴勒斯坦问世,传说耶稣诞生在耶路撒冷南郊的小镇伯利恒。 耶路撒冷是耶稣生活、传福音、被十字架受定、遇难以及复活的圣地。 对伊斯兰教来说,耶路撒冷是先知穆罕默德夜行和灯霄之地,耶路撒冷是仅次于麦家、麦蒂纳的第三大圣地。 阿拉伯人称耶路撒冷为古德斯,也就是圣城的意思。 相传穆罕默德在创教后第九年的一个晚上,在天使哲卜利勒的陪同下,齐天马从麦家到耶路撒冷。 踏着一块岩石,登上七重天,聆听天气后,黎明赶回麦家。 这次神奇的夜行和灯霄,许许如生地记载在古兰经的夜行篇中,三大宗教都把自己的精神重心集中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也就成了多种文明的共处之地。 自三大宗教都把耶路撒冷定为圣地后,这个城市再也没有安宁过。 三大宗教在耶路撒冷斗争不断,这场角逐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宗教之争,而是世界三大宗教的圣地之争。 它又与民族之争及主权之争紧密联系,更增加了耶路撒冷问题的复杂性。 作为同是三大宗教的圣地,不同文明的撞击、融会,使许多圣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难辨,永远也拆不断,离不开,扯不清。 而那些相似的神话和传说,又是每一种宗教都声称,这些有关的地方是它的圣迹。 为了争夺这些圣迹而引发的冲突和争斗,一直未曾停息。 据史料记载,从耶路撒冷诞生之日起至现在,被各方群雄征服过三十七次,八次被无情战火以为平地,但每次都在废墟上得以再生。 人们说,耶路撒冷的不幸在于它被迫接纳了三大宗教,并成了三大宗教的终端,但也正因为耶路撒冷是世界公认的宗教圣地,所以一次次被战争吞没,又一次次奇迹般的复兴和重建起来,始终溢立于地球之上。 耶路撒冷是世界少见的屡遭破坏,但又备受崇敬的一座美丽的城市。 对于非教徒而言,耶路撒冷吸引人的便是其城市建筑中特有的食材特质,每当黄昏,整个城市中弥漫着黄金色的光泽,明亮而美丽,圣城之圣便可不言而喻了。 耶路撒冷这座和平之城,从诞生至今从未有过和平,耶路撒冷的地位和归属问题历来是最敏感,最棘手复杂,因而也是最受注目的问题。 多少世纪以来,该城乃兵家必争之地,饱受战争之苦。 这里有民族之争、主权之争和宗教之争。 诸多历史、文化、宗教、民族、主权等问题纠结在一起,盘根错节,纷繁复杂。 1917年12月,英国将军阿伦比从土耳其人手中接收了耶路撒冷。 三年后,英国开始行使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 1947年,随着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冲突逐渐升级, 英国决心甩掉这一沉重的包袱,把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 1947年联合国大会181号决议,规定耶路撒冷国计划,由联合国管理。 实际上,这一决议触及了有关各方的切身利益,根本不可能得到执行。 各方对这座城市的主权和宗教权的争夺和纠纷愈演愈烈,以致大动干戈,发生流血战争。 就在决议通过后的第二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 一年半后,一条用混凝土城墙和铁丝网组成的停火线,将耶路撒冷一分为二,以色列占领西城,约旦占领东城。 在以后的19年中,混凝土城墙和带子的铁丝网,将耶路撒冷的东西城区隔离开来。 1950年,以色列宣布将首都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又占领了东城。 同年6月28日,以色列国会通过法案,单方面将东耶路撒冷并入在以色列主权下的耶路撒冷。 五次中东战争导致的惨重损失,使双方终于明白,谁也不可能把对方赶进大海。 和平共处才是两个民族在故土生存的唯一选择。 1977年11月19日,埃及总统萨达特以非凡的勇气访问耶路撒冷,向犹太人伸出了民族和解之手,揭开了阿以和谈的序幕。 犹太人盛大热烈的欢迎场面,令萨达特震惊。 萨达特为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在当时,他的做法并不被广泛接受。 直至埃以签订合约的十多年后,才被阿拉伯国家普遍接受。 1980年7月30日,以色列国会又通过法案,单方面宣布统一的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永恒的不可分割的首都。 但以色列的这一法案,遭到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对,联合国也不承认。 巴勒斯坦一直坚持耶路撒冷属巴勒斯坦,是巴勒斯坦首都。 1988年11月11日,巴勒斯坦国成立,宣布耶路撒冷为巴勒斯坦的首都。 1991年阿姨举行马德里合会。 1993年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签署奥斯路协议,1994年约旦和以色列签署合约,和台如春风般给中东地区带来了希望。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阿以和解之徒不满荆棘,甚至要付出血的代价。 前埃及总统萨达特在访问以色列后的第三个年头遭暗杀,以色列总理拉宾在1995年也遭暗杀,凶手都是本民族的极端分子。 直至今日,耶路撒冷的最终地位和归属问题,一直是影响阿以和平进程的关键问题。 耶路撒冷是政治、宗教、民族等的复杂综合体,它的最终解决还需要经历一个艰难的过程。 人们往往用萨布拉斯来形容以色列人的民族性格。 萨布拉斯及仙人掌果的意思,用这种外表坚硬带刺。 但内心相当甜蜜的仙人掌果,来形容以色列人的性格,可以说是在恰当不过了。 希伯来语中有两句话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很高。 第一句是,Zemayesh,意思是本来就是这样。 第二句是,Yahai Baysayda,意思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这两句话比较形象的反映了以色列人坚强向上的性格侧面。 现代以色列人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但他们绝不是生活的抱怨者。 他们习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进行工作和生活。 每当遇到困难和意想不到的麻烦时,绝大多数以色列人不会暴跳怒吼。 怎么能这样,我无法相信这一事实。 他们总是耸耸双肩,摇指头轻声说道,本来就是这样。 然后用进一步的努力和最昂扬的精神,以及耐心去克服困难。 在以色列军队中流行一种更明确的说法,本来就是这样可我们肯定会赢。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句简明地表达乐观主义和充满希望的话,可以说已成为以色列人的座右铭。 这句话反映了以色列民族的性格,即不论发生什么,他们都有能力,有信心,保持乐观和充满稀奇的精神和信念。 拒绝说不,以色列人经过自己的努力,使这片原本荒凉的,干旱贫瘠的土地变成了富饶的,物产丰富的现代化工业国家。 这一成就的取得其中经验之一,就是无论个人还是集体,都拒绝用不自作回答。 以色列人不承认那些在别人看来,似乎是难以克服的障碍和不可超越的限度。 乐观主义,决心和人定胜天的信念,不仅使犹太人建立了以色列国,而且创造了诸如沙漠盛开鲜花等人间奇迹。 强调积极面,向上精神,有办法的态度,浸透到以色列生活的各个方面。 以色列人很为自己出色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自豪。 保持乐观主义精神是以色列人的性格特征,只有具有这种精神,遇事才不会消极悲观,才会有信心通过有效的行动去解决问题。 以色列是个重视行动的社会,以色列人这些性格的形成,是以其生活环境为基础的。 以色列人所处的无可选择的环境,使他们不断意识到自己是生活在一个,有限的合授约束的世界中狭窄的国土, 很少的人口,敌对的邻国,自然资源的缺乏。 这种无可选择性,使许多看似办不到的事情变得可行。 但是最近发生的哈马斯,袭击以色列的事件之后,以色列人还会那样豁达大度吗?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